中央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观众朋友们 现在我们继续为大家现场直播 2012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 这是在江苏的张家岗进行的 今天的比赛是争夺团体的前四名 在明天男女团体的决赛 最终就要产生冠军的名单 现在第二盘的比赛开始 由解放军队的杨阳 对山东的李小霞 现在李小霞首先发球 杨阳和木子一样 也是一个在这个同年龄段里边 水平比较高的选手 我印象当时是解放军队 和解放军队当时是左手少 而辽宁队左手多 那个时候进行了 一个左右手的交换 好像有这么一个过程 杨阳现在已经是解放军队的 一个水平比较高的选手 我记得在一次也是全国锦标赛中 他打出了非常好的成绩 漂亮 谢谢大家 来门 谢谢大家 利奥霞作为伦敦奥运会的女子单打的冠军 现在她的士气是非常高的 但是由于奥运会之后呢 缺乏一个系统的训练 所以现在球应该说不是特别熟的时候 在此前呢 张继科在对其他队的比赛中也是连输了两分 她自己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 奥运会回来以后呢 活动比较多 所以没有进行系统的训练 利奥霞在前面的失误率还是比较高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乒乓球是一个要求反应速度技术动作精细快速的一项运动 它也是一个熟练性的一种项目 如果稍微几天练得不好 对运动员来讲水平的就会明显下降 这是山东队 刚才陈梦已经0比3输给了解放军的墓子 这是第二场 解放军队的教练李毅 所以李小强是奥运会的冠军 所以他跟谁比赛的时候谁都会状态比较好 因为输了是应该的赢了更好 这样轻松的心态就是来拼李小强 所以对李小强来讲 自己掌握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是非常重要的 好 大家可以看到杨阳是越打越猛 他几乎是很松弛 主要就是这种心态 赢了更好 输了也正常 所以对李小霞来讲 必须不要把自己摆在一个被拼的位置上 仍然要积极主动 过去 周恩来总理曾经对乒乓球说过这样的话 就是说平时怎么练就怎么打 实际这个讲的就是 就是运动员不管你是奥运冠军也好 世界冠军也好 你自己练习的东西把它拿出来 把注意力实际要集中到比赛上 而不要被这些光环成为一种负担 今天山东队的出师不力 在第一盘的比赛里边 我们看到陈梦是0比3就输给了木子 第二盘一开始 李小霞在第一局又输给了杨阳 但是我相信李小霞这一分还是能够拿下来 我们现在来看第二局 在第一局的比赛里主要李小霞 是开局的时候落后太多了 1比5落后 所以后头即使打得好也很难拿回来 现在看第二局 所以杨阳也想取得比赛 那就必须要像第一局一样 首先要搏杀 不能四平八稳的 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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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木子和李一教练 摆在洋洋面前的就是第一 是不是敢赢 因为他赢了一局以后 就意味着有可能赢 这个时候心态可能会发生变化 现在根据双方的排阵的情况 今天解放军队第一主力是木子 打第一场和第四场 第二主力是洋洋打第二场和第五场 第三主力是曹真 山东队第一主力是李小霞 打第二场和第四场 第二主力是陈梦打第一场和第五场 第三场是顾玉婷 所以这场比赛之后将是曹真对顾玉婷 这一盘的球第三盘 比赛之后更好 三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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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行! 三王! 一大 两王! 三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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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尼卡侠的状态也出来了 打完球以后大家可以看到 他的握拳 7比4 打完球以后大家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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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小侠刚才是一个轻重力量的变化 现在9比5 打完球以后大家可以看到 漂亮 大家可以看到李小霞 在正手进攻完以后 回到反手位的时候 他这个反手的加力非常出色 看就这个球 这样李小霞在第二局比赛里面 状态回归 以11比6取得了胜利 稍后我们来看第三局 中央电视台观众朋友 您正在收看的是在 江苏张家港进行的 2012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 现在正在进行的是 女子团体争夺前四名的比赛 解放军队对山东队 在第一盘比赛中 解放军队的木子以3比0 战胜了山东的陈梦 解放军队以1比0领先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第二盘的比赛 就是解放军队的杨阳 对山东队的奥运冠军李小霞 现在双方是打到了局数的第三局 前两局1比1比1 前两局1比1 向前两局1比1 打到了局面 全国乡 ORTUN 股票 超级 激光 好 平安 军队 细短的 好球 刘晓霞现在状态打出来了 这时候你可以看到 他能快能慢 这个节奏啊 这是一个很难的 在刘晓霞的比赛中 你可以看出 看到他的节奏变化 有的时候慢 有的时候突然快 这个快和慢之间 他就产生了这种节奏 节奏变化 在这方面呢 乒乓球队 我印象这个 王楠过去做的非常出色 就是有故意放慢节奏 通过节奏的快和慢的变化 来破坏你的节率 这是一个比较高的一种技能 我印象中的一个比赛中的 是一个比赛中的 比赛中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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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好球 在相持能力都不错的情况下 就看谁在相持中能够首先加力 首先变现 要求你的爆发力要很强 所以打乒乓球很重要的是脑子 头脑要灵活 头脑灵活就是思想在行动之前 你只有想到了才能做到 体现在运动员的整个统计中就是落点意识 就每个球出球都是到对方很难受的位置 有的人能做到80% 有的人能做到60% 而高水平可能能做到95% 几乎是各个球都能够有意识有目的的 到你的一个位置上去 这就是落点意识 漂亮 这也是李小霞的高明之处 就是相持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他的侧身用正手的概率相当高 这也是一个优秀运动员的一个标志 大概在市场上进行统计 男女运动员的综合数 大概在70%左右的用正手 就10个球里有7个用正手 这样的话 还有就是在决定板的时候 关键球的时候 他的用正手结束的情况比较多 这都是高水平里面的标志 但是可以看到杨阳的防守 确实是非常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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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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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场球打得很难强 在刚刚开始的第一局比赛里边 杨阳就大比分战胜了李小霞 第二局李小霞逐渐的恢复了状态 又追了一局 现在是第三局 又打到了7比7 那这球呢是李小霞很好地借了对方的旋转 所以乒乓球里边借转也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运作 如果他发的是侧旋球 那么你借他的侧旋就可以把这个球给的角度很大 而且隐蔽性很强 刚才这上手的质量非常凶 非常高 本台的记者李武军和周道也赶到了张家岗到现场进行新闻的报道 我们呢一连几天呢将给大家介绍现场直播 在张家岗举行的全国平方球锦标赛 在张家岗举行的运作 在张家岗举行的运作 第三局的比赛又结束了 现在场上是2比1 稍后我们来看第四局 观众朋友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2012年全国锦标赛 现在呢正在进行的是第二盘的比赛 现在裁判过来以后呢 再可能提醒说时间到了 现在杨阳目前的是2比1 暂时领先 在第三局的比赛里边 杨阳的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 特别是在最后的一个球 是通过防守 造成李小霞的侧身抢攻失误 而得分 11比9取得了第三局的胜利 2比1领先 现在第四局开始 杨阳发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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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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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球很遗憾 站着这是曹真 他也是中国平衡球队的一个怪拍的运动员 现在中国平衡队呢 现在把这个特殊打法呀 归为一类 其中包括萧球 包括像曹真这样的横板 正反的性能不同 反手是正手是反手是反手是逼小霸 对洋洋来说 现在关键的问题就是 注意力还是要在球上 因为他毕竟呢 赢李小霞的几率非常低 所以一旦到赢的时候 可能反而出现了一种心理上的变化 反而不敢赢了 所以这个时候 这是他的一个要突破的一点 这是山东队 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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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 漂亮 杨阳今天的防守确实是非常出色 有很多球似乎我们看起来 都是李小霞必得分的球 反而被杨阳给防住 反而得了分 但在最后的时刻 杨阳还是要积极的进攻 掌握主动权 在一个思想上不能动摇 一定要凶敢打 这样才有机会 这次在张家港举行的 全国平凡球锦标赛 可以说是汇集了 中国最优秀的运动员 包括奥运冠军张继科李小霞 都来到了现场 像老将马林王立琴 所以这样的话 到底谁能够夺得女子团体的冠军 现在正在进行的是争夺前四名的比赛 解放军队先战胜广西 进到了前八 山东队战胜了云南 进到前八 今天解放军队和山东队的胜者 将进入前四名 现在第一盘的比赛中 木子战胜陈梦 解放军队一比零领先 这是第二盘 现在到了关键时刻 漂亮 杨阳刚才这个球打得非常出色 是采取了侧身以后 用弧圈球的旋转来控制住李小霞 结果李小霞反手 击球失误了 这也看到李小霞在奥运会以后 回来以后缺乏系统训练的状态下 确实的失误率比较高 现在杨阳胜利在望 九比七 高调弧圈 反拉 李小霞落后一分 高调弧圈拉起来反拉 这球打得很漂亮 可以看到李小霞呢 他这个 丝毫没有被比分所左右 而是该怎么打就怎么打 现在李小霞发球 杨阳接发球 中路 变路 漂亮 双方是相知起来以后都是压对方的反手中路 然后突然变正手 李小霞的一个正手反拉 质量非常高 这样李小霞呢 连赢几分 反而以十比九领先 漂亮 击发球直接抢 第二打成了十比十 中间的坐的木子 已经为解放军队拿到了一分 他是战胜了 三比零战胜了陈梦 现在解放军队的杨阳发球 这球又主动拉起来了 杨阳今天的心理状态非常好 到最后的时候并没有 胜利再旺的时候 并没有说自己心态上发生明显的变化 而是注意力集中在了球上 现在到了全场的盘点 十比十一 结果李小霞拉球失误 这样杨阳就以十二比十 取得了第四局比赛的胜利 以三比一战胜了奥运冠军李小霞 应该说对李小霞来讲 这也是一个 可以说也是一种代价 说明了乔乓球呢 这项运动是高度熟练性的运动 一旦训练不是很系统的话 就会影响到自己的能力 但是我相信李小霞很快 也就会调整到自己的最好状态 好观众朋友到这里 第二盘的比赛就结束了 目前的解放军队 是二比零领先山东队 稍后来看第三盘 就是解放军队的曹真 对山东队的顾一婷 稍后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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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